苹果从去年开始就停止公布iPhone的销售数字 但没有想到这个星期 苹果执行长库克到欧洲探访当地的苹果团队 他在接受德国话报的访问时 突然说出iPhone 11系列销售非常的强劲 同时他也说目前苹果有意推出全球版的Apple Card 来抢攻信用卡市场 高级酒杯苹果执行长库克 开心参加慕尼黑啤酒节畅所欲言 这星期他远到德国探访当地的苹果团队 在接受德国话报访问时 情绪来近自爆iPhone 11系列销售 迎来非常强劲的开始 开卖至今超过12天 对这样的发展再满意不过 不是在财报会上公布 而且苹果去年就开始停止公布iPhone销售数字 库克这次却自己谈论起销售情况非常罕见 外界好奇这是否意味着苹果可能趁胜追击 在明年秋天推出5G手机 库克爱爆料虽然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 和银行法规不同 但苹果有意推出全球版的Apple Car 此话一出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德国行后他紧接着到法国 亲自走一趟得法 库克相当重视欧洲市场 虽便说出销售数据 但库克的举动不难看出 iPhone的销售让他很满意 东三财经新闻综合报导